另外一个小女孩她说的可不是剧里的台词 虽然偶像很多的序里面都会出现这样的台词 吃饭的时候谈到了自己的白马王子的条件是什么呢 她说男生一定要有车有房有钱啊 如果住破房子 免谈 然后没有钱啥都没有就住我的小破房 不这样 免谈 你能想象这番话是出自几岁的女孩口中吗 我想要帅的 有学问的 有钱的 住别墅的 有房车的 这名大陆的女童不到十岁 趾高气昂的列举出要当她的白马王子 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她一边吃饭一边手舞足道 跟家人说长大后要嫁高富帅 她说她住那种高大的楼 我指定让她家看看 我可不想她们的大 真的是小小年纪志气高耶 还不懂事的孩子却已经立志向前看齐 这段影片引发大陆民众热议直呼女童的价值观已经歪了 已经开课二十分钟了告诉这个小女孩现在不能进去只能约下次课了 然而小女孩却有些生气大声说阿姨我有钱 有钱就能任性吗 稚嫩的声音讲出的却是嚣张话语 老师还说早就见怪不怪了 只要没能满足孩子的要求 就会听到我有钱或我爸妈有钱之类的呛吓 而这折射的正是家教和大人的价值观 TVBS新闻最后报道 七条